好 那麼林毅雄先生決定為了反核式 他無限期絕食 而且選在異光教會 異光教會就是 這個林毅雄妹們血案 所發生的地方 也就是歹徒殺他媽媽 殺他的兩個女兒的地方 先請教前委員 為什麼要選擇這個異光教會宣布 而且這個在那邊絕食 異光教會對他還是一個意義 這個重大的地方 那三十四年前的二二八那一天 在光天華日 他媽媽身中十三刀 他的兩個雙胞胎女兒 這個一刀必命 就蠶死在那個地下室 然後我發現換軍的時候 他身中六刀奄奄一息 那我一路坐救護車陪他到仁愛醫院 群醫搶救千軍一法 好不容易把他救火 那那個時候他人在哪裡 他人在警美看守所 軍事看守所裡面 就是把你家的男人抓了 然後你家的那個老小 幾乎是一個不留 換軍是真的是 真的是千軍一法 因為林英雄夫婦去謝謝那個仁愛醫院院長 台大醫院的醫生跟我媽抱怨說 為什麼沒有送台大醫院 我說那是救護車送 我下車已經在仁愛醫院了 最近 然後呢這是天意 那個時候的仁愛醫院院長 是台灣胸腔科的權威 然後好不容易救回來 林雄夫婦去謝他 他說你不用謝我 到距離要害只差零點幾公分 因為他背著那個後背式的背包 的書包 那個兇手來開門 兇手殺了他阿嬤 兇手殺了他妹妹 在家裡等他回來 然後他感覺 有個奇怪的感覺回頭 所以他稍微歪去 那我要講這個事情是說 這個事情對林雄雄來講 是一生的傷痛 一生的烙印 那後來這個 因為他在 他又被抓回去關 被抓回去關 你知道那個情況有多慘嗎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事情 他兩個雙胞胎女兒 同個生肖跟媽媽 三個人有兩個生肖 所以目的非常難找 我親自拿著方樹敏的這個 身份證去保 去把他交保的時候 是說他要回來辦傷事 然後呢 那個交保沒有任何條件 結果他去找任何目的 情治單位都接踵而至 他就一直去問那個地主說 你跟林雄雄什麼關係 那地主怕的 基本都不敢買地 你知道嗎 他就一個一個被回絕 他非常的痛苦 他找沒地也找沒地 找沒地 非常的痛苦 他的母親跟女兒被殺 他已經非常自責 他連目的都找不到 非常的痛苦 有一天他決定要到 省議會去拿東西 結果竟然在泰山交流道 被攔下來 說他準備棄保潛逃 把他抓回去再關起來 然後對外發表聲明說 林雄雄都沒有辦傷事 他一天到晚遊山玩水 繼續醜化他 對 然後他 我們那時候好多朋友都好擔心 他裡面會瘋掉 結果他 事實上他最後有控住自己 那他要方樹敏帶著換軍 離開台灣 是因為 國民黨24小時 派著女警保護換軍 換軍沒有辦法去上課 朋友也沒有辦法來他家 他覺得要讓換軍正常長大 那他沒有錢 所以要把那個 他那個信義路的房子賣了 所以那個時候 非常感謝長老教委 他們是全世界募款 去把那個房子買下來 然後改成藝光教會 對 那那個 他那個雙胞胎女兒 彈的那個舊鋼琴 就捐給教會 所以還在那裡 那那個地方是 事實上是他 生命中永遠忘不了的地方 是他最傷痛的地方 也是 我相信也是給他帶來 最大力量的地方 然後 所以那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 來宣布 然後要在那邊決死 我想這個是 也要向 世人糟糕 我跟大家講 他是全台灣 最有權力復仇的人 我聽過他的哭聲 我聽過他 對他媽媽跟女兒的 那個愧疚跟悔恨 那是我這輩子 從來沒有聽過 最欺利男人的哭聲 但他下定決心 他用愛跟慈悲 來對抗黑暗 他非常了解 絕對不可以用 黑暗的力量來對抗黑暗 不然他就會變成跟對方一樣的人 那我是覺得說 他今天已經73歲了 那台灣很多年輕人 事實上也有些人 甚至於搞不清楚 連殺血案是什麼 然後他 這個 魏陽的母親 前一陣子接到恐嚇喊 說他們家應該滿門操展 林雲雄家 雖然還沒有滿門操展 大概也半門 那換句是勉強救回來的 那 但是他 從這個出國念書 充實自己回到台灣 他最關心的一件事 大家最清楚 這是民族運動 民族的深化 還有就是核四 因為他覺得你要保護台灣 核電廠不停下來 特別是核四廠不停下來 台灣沒有真正的安全 所以他用他的肉身 他算是one man army 就是一人軍隊的那種方式 來使用他自己 他千里苦行 一步一腳印 假定馬總統不屈服 那林雄先生的身體能夠撐多久 今天我們黨團會議 柯總釗說他去請教過醫生 因為林雄先生已經73歲了 他大概三天 三天以後他的健康會急速惡化 然後所以這個中央黨部在開會的時候 他說蘇貞昌主席講了一句話說 這不是一天一天的事 這是一個鐘頭一個鐘頭 到後來是一分鐘一分鐘 再消失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們黨團會議 就是說我們民進黨上本來 就要推核四公投特別條例 說你沒有道理 把公投法弄得比選總統還嚴格 總統都沒有三分之二的麻煩 所以他四月二十二開始絕食 也就是說如果三天 就是四月二十五 他的身體狀況會急速惡化 二十年前林雄曾經在立法院前面 也是這樣禁食 禁食就是他整天都不吃東西 也不講話 二十年前大概也是這樣 然後就是喝水 那一年他撐了六天多 接近七天 是因為第六天的時候 他當時是有一個退廠機制 就是說全台灣有二十萬份連署出來 就是那個核四的連署 二十萬份出來的話 所以那個時候他一開始禁食 整個所有的朋友 大家也是很緊張 那是也在一光教會 對 他先到立法院 第二天之後他就是移到了一光教會 回到他其實是最掛心 然後也是最平靜 那也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所以他停在那裡 那一天是六天多 第七天就停了 當時我再重新看那一段 當時他的身體是還撐得住 但是問題是 時隔了這麼 又二十年過去 他的身體當然沒有以前那麼好 那林先生其實在過完年的那個時候 那個跡象就出現了 因為那個時候有朋友找大家吃飯 那一次我們幾個年輕朋友 相對年輕的朋友就問他說 那怎麼辦呢 現在當前困境這麼嚴重 馬英九他就像周美青說的 他不會管任何人 他不在乎任何人想什麼 那我們做每個事情都沒有用的時候 大家奮鬥那麼久怎麼辦 我記得那天晚上 林雄九也真的喝了一點之後 微醺他說不要擔心 你們就遵照你們的方法繼續做下去 他相信就是這樣走下去 只要堅持就好 那他是在二月底的時候 他就下定決心了 所以你去看網站 有關於他決定禁食的網站 已經都做好 在三月中旬就全部出來了 所以他在過完年的時候就出了書 就是只有相如故 只有相如故這本書裡面詳細交代 但是過完年那個時候 也就是這一兩年他都寫好了 爸爸死後要怎麼辦 然後如果死了之後 要怎麼樣去辦喪禮 喪禮的過程如何 爸爸要包怎麼樣 遺體要怎麼樣 幾乎全部交代好了 所以他在三月十一號的時候 跟他的太太 還有一些朋友 找一兩個朋友跟太太 跟他們說 我做決定了 那以剎那 他太太才知道 是 那這個檢議員 講的就是這本書 只有相如故 這林立雄先生 他的家書 他把它集合成書 他其實裡面 有提到他自己寫的遺書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他的遺書 就是爸爸死了怎麼辦 他寫給女兒的 寫給患君的 那麼是不是代表他 老早其實就想要 用死來抵抗和事 那這樣的情況 到底會產生多大的壓力 假定 假定 林毅雄最後真的死了 那麼台灣的政局 會怎麼演變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進廣告